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这是中美两国的重要政治共识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 对台六项保障也罢 这些纯粹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 都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 其实质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 是非法和无效的